哈喽各位迷你小伙伴们 我小鱼又来了 今天我们来玩不一样的空岛生存 听说这里的空岛全是颠倒的 似乎是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先来看看作者给我们聊了些什么小线索吧 这里总共有5个大的岛屿 森林、冰岛、沙漠、火山和城市 森林和城市是倒着的 而且每个岛屿都是有宝藏的 宝藏?什么宝藏? 居然有宝藏 那还不速速出发呀 先来看看出生点的房子里面都有什么 孔雀石、钻石还有蓝金石都拿走了 另外两个箱子里面分别是泥土和石头 居然送我垫脚石我怎么可以不拿呢? 我做人不能太贪心 我就只拿两组 二楼的箱子里面还有神奇竹筒 我就不客气拿走房山啦 溜溜溜啦 屋外下面还有一个宝箱 不急不急 看到就是我小鱼儿的了 前面又有一个保险箱 我来看看 哇塞 都是一些铁装备 等我打探好路再来拿你们 这里是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吗 咦 看来前面就是城市了 这一条断桥可以通了 绕了一个大圈 我又回来拿装备了 可比我身上的皮革好多了 嘿嘿 那就把它全都换上了 皮革就送给你了 鸟植夫先挖矿 挖下去看看 我记得下面是有宝箱的呀 哎哎 发生了啥 我怎么就死下桥了呢 不过我在刚刚掉下去的一瞬间 看到下面可多经验和宝箱了 我要再跑一趟 哇 总算下来了 这蛮离的经验 不要白不要 发现宝箱了 充电炮和钻石头盔 还有汽油煤炭都收下了 再把地上的经验吸收一波 你这个坏语人 我可不想跟你分享经验 经验都是我独享的 地上的矿石也要挖一挖 金矿 旁边还有一个钻石 一哈 一下子爆两颗 这波很转 这波很转 我似乎听到爆爆蛋的声音 没错了 它旁边还有个箱子 不行 不能让它爆炸呀 不然我的宝箱都爆了 哇 幸好解决了 哇塞 箱子里面100附魔点燃1的能量剑和尖刃2的裤子 这战力品均不错 继续挖我们的矿石啦 电石挖走 双黄的孔雀石也带走 还有蓝镜石 一下子爆了两颗 哎 这里还有一个悬挂着的钻石 很危险啊 布一个平台出来 正所谓富贵险中穷嘛 可惜只爆了一个钻石啊 你这只野人还想抢我的钻石 没毛 是我一级大宝剑 这么不抗揍 那我就先带着宝贝回家啦 把战力品都放到保险柜里 哎 前面还有一个空中花园 还是断崖库跑 这么简单的库跑 so easy啦 123 123就跳过来了 有箱子 里面全是电脚石 还有两瓶汽油 走啦 去城市玩玩 这里就是去城市的道路了 看着路途可危险了 一不小心就容易掉下去 不过我的库跑还是练过的 肯定不成问题啦 这里怎么有一个钻石呀 哇 走啊走啦 继续往上爬 又发现一颗 捡它不起来挖走 看来这里是没有路了 只能自行搭桥过去 嘿嘿 过来了 我冲而入 还有一只长毛在守护这里 是你的长毛厉害 还是我的毒箭厉害 当然是我的毒箭厉害啦 几下就把你放倒了 这里还有一堆的矿石 不挖百不挖呀 其他的楼里 可是爬满了无数怪物呀 咦 前面有钻石 那就先去那边看看啦 好不容易过来了 还有一只野人热烈欢迎我 我可不需要你的欢迎 哇塞 这里好多的金矿啊 还有一颗孔雀石砖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了 我记得旁边的房子里面可是有钻石的 嘿嘿 幸好没走楼的 不然会给偷袭的 我站在这里 你们就打不到我啦 嘿嘿嘿 一起飞高高吧 可是会弹飞十米呢 哎 我怎么硬石足掉下去了 还好我有火箭头 千菊一发自己回来啦 这里还有金矿挖走了 发彩啦 总算跑进来了 矿石挖的冰包都快放不下了 可是我记得有钻石的呀 哎 原来是在悬崖峭壁里 五条路过去挖走啊走 这次一口气爆了两个钻石呢 开心 再去其他楼里看看有没有神器 就打到回府啦 天啊 一不小心又是毒死翘翘了 不行不行 好多东西还没发现呢 我得赶紧回去 怎么这里还有一个箱子啊 里面有条裤子和二十个金矿 还有泡泡 看来还是有好多地方 我没探索过呢 这里有扇铁门 有气窍 箱子 是箱子 可恶 啥也没有呀 溜了溜了 第一层有个钻石 一直往上跑才行 总算上来了 原来最顶端全是矿洞 还有这么多怪物藏匿于此 都干掉了 接下来所有的矿石都是我的 哦耶